大家好,我是爱原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原神5.0 火中取梦的故事 术王者不可追加,术玄者不可得 好,那塔来开图论物 火中取梦的故事啊 你来到这个龙水域右下角 这个七天神像啊,当时 好,过来之后呢,我们看向 小地图右下角,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角,然后顺着边走下来 这里有个洞,从一个洞落下来 一直往里走 好,下来之后呢,左转 然后在这边有跟PCE来和来对话 好,对外话之后呢,直走 过来清怪 好,接着直走啊 东方向地图右边 顺着边楼梯走下来 好,然后从这边洞口直接下落 好,落下来之后呢 然后从北方向地图上方 顺着边走下来 好 小地图左上角啊 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 然后过来,来到这个仪记这里 好,就寻找街路纹,我们回头 东方向地图右边按下T键 附身 附身了之后呢,小地图右边这个方向 这边的话,我们按一下鼠标左键 普攻打一下 对着这个街路纹打一下,然后回头 边按F激活 好,激活完了之后呢 继续跟着任务指引走啊 然后,这里的话 按Q键,然后回复到人形态 好,别人这里有个隐藏锚点啊 开一下 开完之后呢,从这边下来 好,对外话之后呢 传送回刚才的这个锚点啊 好,这边这门锚点开完之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不要变回人形态啊 如果说你变回人形态之后呢 好,你找一下这个 它会在原地啊 你自己回头,然后传回来找一下 比如说我刚才在这个位置 你按一下T键 你有可能你是在别的地方 你真的啊,变成人形态 它就会在原地啊 然后过来 过来之后呢 这个需要变成这个形态才能够收集 好,这里的话 我们站这边往上跳啊 然后上来之后按F关闭 好,关闭完了之后呢 来到这个 旁边按水标左键打一下 好,反而之后呢 继续 从这边 站在这个 不动 然后这边按空格 然后跳上来 跳上来之后呢 东方向地图右边 好,这边也是站在这个位置 按空格 跳上来 再继续往前走 这边 跳上来 按空格跳上来 好,这里的话要打怪啊 然后我们可以先按Q键 然后变回人形态 站在这个 站在这个上面 然后我们去打这个怪啊 好,这边的话把这个怪解决掉 然后再按T键 变回这个油龙 然后过来 鼠标左键打一下 好,打了之后呢 这里 站在这个跳台这边 按空格 好,这边下来之后呢 北方向地图上方 来到这个 任务提示的地点 有点激活 好,这边对话之后呢 小地图右边 东方向 然后在那个 沿江那边 有一只油龙 然后我们要从边 过去 有可能 我们随便找一个啊 附身一下 附身一下 然后回头 然后站在这里面 按空格 然后我当跳啊 好,这一段的话 我们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啊 好,这边接到我们接到下一阶段任务啊 塑寻者不可得 然后在我们面前 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油龙 我们按一下T键 然后附身了之后呢 往前跳一下 这边的话会有一个 必拿的一个活生童 好吧 你的任务过程中基本上是必拿的啊 好的,那这边的话是自动解锁了一个隐藏的锚点啊 然后我们再继续 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过来 好,调查 然后这边有个蜂蜂 然后我们切换到人形态 好,乘着蜂蜂往上飞 好,过来 然后继续 好,上来之后呢 在旁边这里有调查啊 好,接着我们开向东方向地图右边 随便走上来 好,我把这边怪清一下 好,把这边怪清完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调查啊 把这个打一下 然后我们上方 有一颗火神童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 你有概率 你可能会把它碰到啊 然后这边 切不打啊,知道 好,接着我们继续 这里面走过来 然后在这边往上走 好,再继续往前 过来之后呢 在左边 好,留传送锚点拿一下 好 好 好,再继续往前走 这里,调查 接着我们继续 跟任务指引走啊 好,再继续往前走 好 好,这边断话之后呢 来,开启试炼啊 然后在我们后面这个位置 有一个 这个 好,按下T键 然后附身啊 附身 附身完了之后 直接走过来啊 它就会自动 进到这个 像一个彩虹桥一样的 自己带我们带过去 所以的话 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啊 好 这边的话 我们按一下空格 然后跳到左边这个啊 跳到左边这个 不然的话 它会一直在 刚才那个位置循环啊 再往上走 好 这边的话 切换到左边这个轨道啊 按一下空格 然后往左边跳一下 这边的话这个裂口的话 刚刚需要跳跃去躲避啊 然后 这边激活一下 好,跳过来之后 然后往右边跳啊 跳跃然后往右边走 跳跃然后往右边走 好,往左边跳 再往左边跳一个 再跳到最左边 按锁标左键的话可以充斥啊 按锁标的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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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旁边这个观景点啊 可以直接调查一下 然后来到这个中央的石碑 好 对样化之后呢 我们要清怪啊 然后我们按Q键 等一下 按Q键 变回我们的 自己的形态 然后你自己倾家罐 好 那这个火中许梦的故事 我们就做完了 地图是开了